三天警線還沒有解封 南投濁水溪沙石車先偷跑了 他們在晚間九點之後 就上台十六線 這引擎聲還有飛揚的塵土 讓民間商濁水村的居民 頭痛不癮 車上有石頭掉落的話 就怕會噴溅傷到炎 所以居民是半夜起來 自己掃馬路 遠景和居民深夜清掃路面 不是晚上比較涼爽 是因為地面有大量 五十元硬幣大小的尖銳石塊 如果被路過車輛碾壓 彈起如果有行人被砸中 不堪設想 醉魁禍首附近民眾說 就是這些晚上九點過後 違規開上台十六線 進入南投民間濁水村的沙石車 民眾抱怨連連 因為附近就是南投濁水溪沙石生產區 沙石車進進出出 引擎聲和飛揚的塵土 讓當地居民頭痛不已 最近因為颱風逼近 縣府維修濁水溪沙石車編道 除了清晨六點到晚上九點之外 其他時間禁止通行台十六線 沒想到還是有沙石車偷跑 警方表示他們會加強巡邏 但居民透露 沙石車超時超速超在的現象 一直都存在 他們也只能在晚上避免外出 關緊門窗 把沙石車對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 記者魏少宇南投報道